誰說我傻 請他吃蕭莫 誰說我傻 請他吃蕭莫 大冬瓜 哭啦啦啦 拉著冬瓜仔 發現很多計劃 美得人人都想娶 還有隻變色狼 她最喜歡捉蟲 烏鴉嘴 流到整面都口水 怕醜草 撿到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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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著冬菇頭 骨頭的樓 扛回人家不用買樓了 陳世女 需要愛 人間故事總有愛 陳世女 多競賽 民間結局需記載 陳世女 需要愛 人間故事總有愛 陳世女 多競賽 民間結局多競賽 其實以我帶冬瓜來看 做神仙真是好像沒什麼計劃 又要傻 又要搏 對不起 是人要搏 又要傻 還要吃蕭莫 被人說我傻 你傻的 真是誰再說我傻 我就真是去請他吃蕭莫 你來這麼捧場 下次來買東西 我要給你一個七月才行 好呀… 救命 大嫌 寶寶你快走 寶寶 寶寶你快走 寶寶你快走 姐姐, 她是不是死了? 你放心吧, 她暈倒了 怎麼了?心怨嗎? 不是, 但她心地挺好 我說過, 對敵人仁慈 就是對自己殘忍 現在這條魚蜜已經在我手上 接下來是怎樣?就看你了 謝謝… 好, 下次再來光顧 好, 大嫂, 藥菜賣光了 我去後輪拿些出來, 看著店 好… 看著店 這次糟了… 甚麼?婆婆? 婆婆, 你不是這次來買東西的 你不是漏了東西 是呀, 大貴陪你送貨到你家的 大貴呢? 我們在山上撞到大黑熊 甚麼…阿熊?我們不認識的 不是, 我是說你們的田老闆 被一隻大蝦蝦撞走了 Avy嫂, 你去哪裡? 我夠大貴 不行的, 那隻大蝦蝦整座山那麼大 你一個人去就沒用了 怎麼辦… 怎麼辦? 不如叫豬和榮丹英一起去 和他們… 是呀, 不行的 那隻大蝦蝦很大力的 牠的爪子好像刀一樣 你叫所有解放, 都不夠牠打了 這樣又不行… 怎樣才行呢? 是呀, 怎樣才行呢? 你們都不明白 那隻大蝦蝦不是你們想那麼簡單 很可能是黑熊妖怪 想救你們的田老闆 除非有神仙打狗 神仙打狗? 那隻全馬田雞呢? 全馬田雞在哪裡? 在哪裡? 幸好, 原來… 怎麼會有這麼多隻田雞呢? 糟了 你幹什麼? 財伯, 怎麼會有這麼多隻田雞呢? 我…我早上經過廚房門口 看見有一隻田雞 在叫… 我想今晚要補田雞粥 只有一隻不夠 這隻大蝦被你害死了 我一定要找原本那隻田雞出來 你知道嗎? 好…很容易, 你慢慢找吧 找…你們一定找到 我…我…我去洗東西 吃了, 你吃了 你們哪隻才是? 是你嗎? 糟了, 我忘了怎麼用 糟了, 糟了, 糟了 難道真的這麼簡單? 讓我嘗嘗 發抖… 好了, 終於找到你了 你找我, 讓我還摸摸的鼻子 不是, 大貴被大蝦捉了 什麼?大貴被大蝦捉了? 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知道呢?要不要說這麼多 你快點快找到六隻小神 一起去救他吧 那幾隻, 從早到晚只顧著玩 找得來的蚊子 對付大蝦熊, 我一個人搞定 你還站在那裡? 走吧 爺爺, 田大貴的夫人 已經找到一個壞神 他們現在來這裡了 好, 不怕你真是不怕你不來 真是怕你不來 待會兒的蚊子就可以嘗嘗我精心炮製的 萬箭村深陣 萬箭村深陣? 沒錯 待會兒的蚊子來到 他第一時間就會救田大貴下來 到時候他就會觸動機關 這次他想不死 多難? 大蚊子的法力這麼高 我怕那些箭未必會傷到他 你放心吧, 我這次所用的箭 全都是用野狗骨製成 我還用了黑狗血, 蠍子, 尿 八甲鞅和蜘蛛屎 再加上七七四十九宗毒蛇的毒液練製而成 只要他做我的箭 豈料他是神仙, 也一樣沒命 但萬一這個蚊子可以避過小些毒箭呢 他避過我的毒箭 他也避不了我的致命一擊 總之這次我要打到他魂飛魄散 永不操心 你呀, 你沒用的 你呀, 怎麼突然罵我 我約了你的樓就說走得慢 你男人還要是神仙, 才能走得慢 我不是說要遷就你 我吐聲飛了, 用走 還要拎著就著你走 你別這麼笨 曉飛你就快點飛去救大鬼 怎麼陪我走 你早點說吧, 早點說, 早點爽 那我就爽了 是呀 爽了 你曉飛帶我一起飛吧, 笨 你又要走 我給你, 換人 換人 老闆 你沒事吧 總哥, 你怎麼會在這兒呢 危險 換人 阿貴, 怎麼樣? 通哥, 你沒事就好了 你忘了我是神仙嗎?我怎麼會有事? 阿貴呢?你為什麼要這麼傻? 我們是兩兄弟嘛 滿沙, 你不要死了 我們會救你, 我看不見 玉妖威 玉妖威, 拼力火 走 葉聰 大姑娘, 大姑娘 玉妖威? 醒醒, 大貴 這次比你更傻 別說了, 先救人 姐姐, 你怎麼樣? 小玲, 你沒事吧? 姐姐, 你像成這樣還想著我? 小玲, 我腫了壞臭壁的火 我傷得很重 死我不怕, 只可死我無法報仇 姐姐, 你不會死的 小玲, 姐姐, 以後我可以再照顧你了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姐姐… 小玲, 姐姐 真的不明白 大貴明明被大黑熊抓了他 怎麼會中賤? 其實阿貴叔只中了一支賤 他怎麼會這麼容易就… 別跑了… 知道了… 行了嗎?靜點 知道 這支賤我驗過了 是用野狗骨做的 用淋個黑狗血蝶子尿 蜘蛛屎白甲蜜 再加上七七四十九種 毒蛇的毒液泡劑而成 很明顯是要先對付神仙 所以這次大黑熊抓了個櫃去 其實他目的是想對付我 你跟大黑熊為何這麼大仇口 他要這樣對付你 好問題 你問我, 我問誰呢? 那隻黑熊我見都沒見過 怎麼跟他結怨呢? 那為何由我這樣? 好啊 還要去救黑熊的電腦 好啊, 大家見過了 好啊, 我們在研究的問題 別吵 是的 這是神仙嘛 是的 你快想辦法救大貴吧 是呀, 范童哥 你上次也這樣救我 不如你這次又到地府一趟 找阿六伴聊聊吧 只好這樣吧 而且試試到地府 看看能不能救回阿貴吧 不過有件事很重要 我馬上做 你幹什麼? 這盞叫長明燈 你六隻聽著 現在貴叔的情況叫一色常傳 是嗎? 所以你千萬要好好看護著這盞長明燈 千萬不要讓這盞燈熄 是呀 如果這盞燈熄一熄 就連阿貴的一熄也沒有了 那就… 知道了, 師父 我們會照顧這盞燈的 是呀… 還有 貴叔的肉身很重要 是嗎 你們千萬不要讓他胡亂想盡辦法 是呀 否則我就算拿到魂魄回來 也救不了他 是呀, 知道了, 師父 知道 師父, 你叫他早回早回 快帶貴叔的魂魄回來 是呀? 我現在請, 你看, 這盞長明燈 真是呀 算了, 你師父說不能讓他認識 可能貴叔的一熄實實太弱了 不如這樣, 我們來拿水的屎地 讓你去保住這盞長明燈 好不好? 好… 好, 就先說吧 冬瓜… 貴叔, 不如我把大力沽給貴叔吃吧 貴叔吃了可能會好一點 好… 回來吧 好… 貴叔, 你看貴叔, 大力沽給我吧 你想他沒事就出聲吧 大嫂, 這件事千萬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財伯也不可以知道 知道了, 人多口雜, 被人知道就麻煩了 你放心吧, 財伯很容易說謊的 糟了, 我答應了匡仔, 明天接他回來 不行…你叫他留在我外家多住幾天 那倒是吧 好, 希望我范同哥 樂隊和我陸伯討好 那我大貴叔沒事回來了 上面是右上左落 下面是左上右落 你這麼漂亮的 老伯 嚇死人了, 你真是的 來 范同, 你又來地府幹甚麼 上次我已經網開一面 放過了你的老婆了 這些東西一次生, 兩次熟 況且對你來說輕而易舉 這次那個是我凡間的弟弟 怎麼都會給臉 你還好說 其實田大貴這次的死 是因為你上次下來救你老婆的時候 給他多畫兩畫 弄到那隻鬼腳就畫了田大貴那裡 正所謂生死有名, 富貴在天 我看你也無謂勉強 老公, 聽你這麼說, 你真是不幫了 你信不信我, 收回你的眼睛 讓你以後蒙茶茶 沒有呀, 沒有呀 那你幫還是不幫 你嚇死了 不過這樣, 我才要找回那本生死賊 看看田大貴現在的狀況是怎樣才行 才能幫到你的 是呀, 快點 好…在那地方等吧 走吧 快點, 快點 他死滷漢, 這麼久還沒來 難道他騙我? 不, 打得這麼多野猶豬 這樣等法用什麼等天亮 還是自己想辦法去救人吧 你這樣算怎麼樣? 不好意思, 同哥 我還是不想你再錯我 我們才這樣做 你們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是陸判通知我們來的 那個陸判居然出賣我 又別說出賣這麼嚴重 你叫陸判, 沒事吧 上次我治了女性眼 你現在居然恩相仇報 好, 范冬大哥, 我求求你 你跟他們回上天庭馬拉 不要在這裡搞事, 去吧… 走吧… 畢竟是幾千年同事兼老友 放我一馬來的 范冬, 你離開了大冬瓜這麼久 一直都沒有回上天庭覆命 現在皇母娘娘和玉帝 不斷嘔嘔嘔嘔嘔我們 就是呀, 祖君都吩咐過我們 一見到你 就一定要祝你回上天庭覆命 是呀 范冬大哥 大膽范冬 百年已過, 你既已受罰完畢 離開了的大冬瓜 就應該速速返回天庭覆跡 何解你還這麼醫戀凡奸 每次都肯回來呢 回玉帝, 回皇母娘娘 其實范冬並不是… 其實范冬並非醫戀凡奸 他只是想報答 將他在大冬瓜裡救出來的恩人 所以才遲錯一點點 這也對, 仙界規矩, 有恩必報 既然如此, 朕也不再追究了 是 范冬, 你既已受刑原筆 而且恩也報過了 你應該快點恢復原職 連同竹粉麵三位先家 協助祖君審視民間疾苦 不過本宮想提醒你們一句 雖然你們現在可以恢復原職 但也要經過一段觀察期 看你們是否已經去除漏宅 才可以正式伏職 謝玉帝, 謝皇母娘娘 稟玉帝 是 范冬還有一事相求 是, 再說這麼多廢話 玉帝和皇母娘娘哪跟你這麼有空 還在說這麼多 小臣必以日後加以督促范冬 不會再有機會讓他犯錯 如果沒甚麼重要事 小臣先行告退 好, 那你們先行退下 謝玉帝, 謝皇母娘娘 你現在很急嗎? 你明知道我有話要抓玉帝 怎麼要抓我? 說, 你有甚麼好說? 難道你跟玉帝說? 說你大罵地府, 善改生死賊? 告訴你, 玉帝和皇母還未知道這件事 如果讓他知道, 你必受重罰 還有, 你是不是在大冬瓜裡 找得你不夠久, 找五百年不夠久 是不是想找多五百年啊? 別怒氣… 順道氣, 我就你… 但是, 這次枉死的田大貴 他根本是一個好人 而且為了救我而無辜枯枉死 你說, 我怎麼可以見死不救呢? 是, 人非草木, 誰屬無情 是呀… 好像我們做神仙似的 日子對得久了, 也會有感情 說回田大貴 他當天在大冬瓜裡親手把我救出來 怎麼說都是我的恩人 況且他就是碗沙托世 你說, 我怎麼可以袖手旁觀 我也明白 是呀… 正所謂, 天有天道, 鬼有鬼道 有時候我們做神仙的 哪可以下得優所願, 心想事成 還有, 碗沙命中注定 是要貶落凡奸力劫 你又不要弄他那麼多 讓他趕快找完所有的錢 是不是哼哼的回來了 你總是弄那麼多, 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呀 這樣就行了 那你現在就疊了心水 在天庭那裡乖乖的 有得吃就吃, 有得睡就睡 不要弄那麼多事 我的背脊真是花光了 我不跟你說那麼多 我約了太上老君去打麻將 你想好他吧 飛雲 你不得閒了, 別這麼生氣 跟你聊天, 腰挖得身不靜 好, 去吧 好, 去吧 去吧 貴嬸 貴嬸, 用力膚似好了 快點給貴叔吃吧 辛苦你們了 你別這麼說 我們也很想貴叔他康復了 對了, 都已經過了一天一夜了 為什麼師父他這麼久都還沒回來呢 我們的錢都用得七七八八 糟了, 究竟師父嫁什麼鬼 糟了, 師父會不會一去不犯 你這麼誇口, 說你口水說過 雖然他是烏鴉口 但是他又說得很有道理 師父走了這麼久都還沒回來 一定是有事 那怎麼辦 不如我們一起去地府找師父 你知道怎麼去地府嗎 我知道, 死了就能去地府 我們是神仙, 怎麼會死 是呀 讓我去吧 我是凡人, 我可以死的 不行, 貴嬸, 你不可以這麼傻 對了, 你們凡人有一句話 叫鬼救無用 那就是鬼救不了人 還有, 人死不能復心 萬一師父救回貴叔 但是貴嬸又死了, 那怎麼辦 通關女兒就說得對 總之一句說完 我們全部都不能死 我們就繼續在這裡等師父回來 小玲, 姐姐, 你醒了 小玲, 辛苦你了 我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沒事 姐姐, 你先吃一粒藥吧 這是什麼藥?你在哪裡找到? 這粒是九主橫雲丹 剛才我在外面見到一個世外高人 他說姐姐你吃了這粒藥就會沒事 你騙我, 這裡哪會有世外高人 就算有, 我們在妖精的世外高人 是不會救我們的 我知道, 這粒是你的內丹 你等它, 我不會以為 小玲的命是姐姐你救回來的 小玲願意一死, 以保姐姐的大恩大德 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救你嗎? 是因為我不想你有事 如果我現在吃了你的內丹 小玲, 我所做的事, 全部都會白費 但是… 你放心, 姐姐不吃它 一時散發也不會死 如果你不想姐姐有事, 你吞回它 因為你的法力還很有效 那個臭臣的法力這麼高 你不如不要跟他鬥吧 不行, 當年他害死我爹、娘 這個時候我一定會補 上次那個臭臣的I.I.老婆出事 她也撲到去地府相救 不過, 這次出事的是她的縮小情人 她一定會更加努力 我可有田大貴, 連回生的機會也沒有 孤嫂貴嫂 孤嫂貴嫂 你們兩個來做什麼? 我們剛經過, 只是想進來看看貴哥 對了, 貴哥呢? 他這幾天, 沒空 如果你不是有什麼緊要事的話 請你先回去, 財伯, 送客 走… 貴嫂, 那你只是過橋抽板 你有沒有忘記? 貴哥幾乎被人抓去斬頭的時候 我們夫妻倆都做好白金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 就反面不認識別人 不是, 你們這麼無情無義 貴哥又不同了, 為人… 行了…你們來無非只是想要錢 這裡有幾兩銀, 拿回去不用還 你現在算什麼意思? 隨便幾兩銀打發我們走 當我們是乞丐? 不是 你們倆無非是生產 三銀打發兩銀就來問人家拿錢 跟乞丐有什麼分別? 什麼乞丐?你以為你們是阿寶嗎? 老公, 我們走 好, 來… 麻煩你快點 走吧 財伯, 不用勞理的 你先去廚房收拾東西吧 我… 二嫂子, 不用管他們而已 總之阿貴出事這件事 絕對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 我們去晉費搞定 阿貴出事?出了什麼事? 不會是死了嗎? 是呀… 你怎麼這麼大聲? 讓那兩隻脫水雞聽到 你和我都不得了 什麼? 人家遲幾天還在看大貴開檔 那你那天有沒有看見有什麼不妥? 那倒沒有, 大貴就問我 你不是這麼少油, 夠不夠嗎? 夠不夠? 夠不夠? 夠不夠… 阿貴實請給眼暗號你叫你去救他 那兩隻鐵嘴雞的語氣 可不是他們一起殺死阿貴嗎? 糟了, 大貴忽然去了京城 會不會也是? 是呀… 那兩隻鐵嘴雞 可不是侯著田家傅的身家 於是他們兩個一起殺死親夫 貿財開命 那怎麼辦? 老公, 不如去報官嗎? 不行, 我們無情無據 無言去報官 殺人被人打到屁股開花了 姐姐果然了事如臣 好 阿愛, 我們不能讓大富和阿貴枉死 我們一定要去報官 報官… Sharry 你兜眼打過來, 很狼狼 吃虎 什麼? 官老爺, 你也嚇壞了 絕招勢你也打 幹什麼?官老爺打西嘛 我又不是吃炸虎 你…你…你都離譜了 你整副青一吃你不吃 你吃我的西 喂…我現在叫你來陪我打牌 你從東圈開始就追著我來吃 打下去哪有意思?不打… 等等 大哥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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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是呀, 你吃…你單條的刀, 你怎麼吃? 這樣也行 好…大哥, 真厲害 老爺… 什麼事? 你出來…我什麼都不管 我現在是吃虎 其他東西我不管, 你出去, 走… 袁老爺, 死人了 阿財 你死我還沒死, 死你頭 然後告訴你倆 我這麼多圈都沒開壺 我嘉靖剛剛才吃到一扇壺 你們倆這麼溫神走過來 打著我的氣 聽聽你翻舟, 殺你頭 袁老爺, 我們有事要報官 你聾了嗎?你聽不到嗎? 明天吧, 去硬撥吧, 聽聽 來… 走… 我明天趕不及, 我怕兇手毀屍滅跡 這案子關乎兩條人命 我們懷疑有人謀財害命 誰這麼厲害謀財害命, 你說 中碧玉, 凌鳳 我們懷疑他們殺死田大夫, 田大鬼 謀財害命 田大夫, 田大鬼, 被人謀財害命? 誰在這裡做完生事? 我大鬼哪有死毒? 他只不過染了怪病 一百歲出不了店舖 說得我大富更離譜 他明明去了京城做事 你把他處理死了, 真過分 我管得來, 總之有人舉報 我們就公事公辦 除非你讓我看到他們倆 在這裡走來走去 不然我不會相信你 福少, 你守二方, 我守大方 麻煩你, 好 跟我們… 爸爸… 快點… 別殺了我 快點… 別殺了我, 快點… 快點… 走… 快點, 再堅持住他們 別走, 爸爸… 你想怎麼樣? 威少爺, 你怎麼不相信別人說 我都跟你說了, 但是要去京城做事 他怎麼會京城? 我查過沒有地震水漏兩路易站的紀錄 他根本沒有離開他沒有地震 他怎麼走?他飛走了? 你冷靜點聽我說吧 威少爺, 你知道我大褲罰人 就走得比較快 我會不會走得太快 過了也沒人知道 我是不是很恐嚇? 我養子三歲的人 走開 你別再妨礙我 要不然有人打死你 好 我就在這裡不去 是 不要, 別殺了, 別殺了, 別殺了 你不是壞人救我死, 有這麼黑心嗎? 大褲… 別動, 剛才你夫人說你去了京城 為什麼你還在這裡? 這樣的, 我出了鎮之後 發覺自己帶不夠盤川 回頭去拿, 是不是這樣也不行? 古靈精怪, 跟我來 是 范童哥? 范童哥? 為什麼會變成你? 阿吳就是你遲了一點點碰我 要不然就串通了 我還以為范童哥救了大貴回來 糟了, 烏龍王 你在這裡假裝大褲 那貴的那邊怎麼樣? 阿吳 你不要走開 不走 我別拿去 你小心碰我, 我買非禮的 這就對了 反正非禮女人是我的專長 阿吳, 福少爺, 等我來 好 我進去… 不要啊 你們在外面吵架 他都動不動, 慘死了 不要… 你怕我還給你殺死 不要啊 快點 大貴 你們千萬不要過來 賤大貴, 你不要在這裡裝作 我們不怕你, 你不要… 我叫你們不要過來 不怕會把這個怪病呈現給你們 什麼?你們不斷說說我會害怕你 如果你的病是這麼害怕 我這個病叫十日痕 聽說, 結構十日就死了 你們看吧 我大貴, 生丫丫還在, 哪有死? 死一丫吧 留下青山醉, 哪怕沒有燒燒了 如果我沒猜到他這個病是會傳染的 沒錯, 青山醉, 綠水常流 關聯的陸奧火真豈有此理 你很幸運 快點 裡面的病鬼不知道有沒有錢給他們 是呀 走… 走開 不走, 你走吧 走 裡面的病毀? 青山醉, 阿貴是不是死了? 阿范統哥呢?他是不是回來了? 是呀… 你怎麼躲起來? 他們…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了, 為什麼剛才那些小人 這麼相信他就走了? 沒有… 都還沒商量好 你就不像去副嫂那邊 沒有, 剛才我聽到那些人 說要撞門進來 那沒辦法, 你唯有搏搏搏 我們外面吵得差天 他還快動都不動, 還快死了 不要… 你殺了他 不要 不要 你們千萬不要過來 我怕這個怪病會傳染給你們 這樣也讓你們想到 真聰明 真聰明 還讓我剛才以為大貴真的醒了 誰知… 你別這樣 那帆孔哥也是的 走了這麼久, 都不知道他在哪兒 好, 別擔心了 碗莎, 我終於等到你回來 碗莎, 我終於可以見到你了 碗莎, 我很開心 碗莎, 在你五百年裡 碗莎莎, 我真的無時無刻無論去到哪兒都可以 不論梳頭洗臉去茅廁 甚至連發瘋我都會見到你 為了你, 我還幾乎喜歡了那個男人 天啊, 碗莎 碗莎, 你別離開我 碗莎莎, 我真的沒有了你不行 你知不知道 發瘋哥, 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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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我叫你不要這樣 我真是看錯了你 這麼好專業操手都可以 阿芬 忽然之間變回自己的粉樣感都可以 你知不知道我剛才多麼辛苦 才能夠衝破心理障礙 進入一個莫洪臥的境界 你…你實在太離譜了 我答應你扮一下碗莎, 讓你排氣 但我沒有答應要以身相許 還要嘴唸 一會兒讓神仙看見, 我還要出來逛 吃虧的那是我的, 我這樣做 無非是他日和碗莎重逢的時候 讓他留下一個難忘而溫馨的印象 來, 繼續 這些這麼惡心的事, 真是別再騷擾我了 捉…你來吧, 輪到你那一刻 不合嘴型也殺了你 你又是我? 你知不知道我做了五百次 只好捉五百次嗎? 別弄 很難威力 阿芬, 你來吧 對…我也要捉 我還死 一看見你懶得誠心意中的樣子 笑得痛痛, 不了 你們三個要不要這樣? 我這樣做, 只是想全力以赴 做到他老套而已 話說回來, 你等了那個碗莎這麼久 還沒回到天庭 你這個貴米, 有心避開你了 你別毀毀我的碗莎 對了, 照計阿田大貴也死了 碗莎也應該上天庭, 覆明才對 這句話有點智慧了 可能碗莎真的出了意外了 糟了, 我還是去看看 糟了, 糟了, 你是否做人做得太久 連神仙的事都忘記了 如果你真的關心碗莎 不用親自下飯了 打開我的天叉 看著就行了 冬瓜仔, 你忍不住就不要死撐了 我媽就像他們那樣 對了, 冬瓜仔 大貴米, 不如你留一口氣暖肚吧 好, 那算好了 如果再不夠仙氣輸給大貴的話 他的肉身就會變壞了 你看看, 拿翔平燈快要關掉了 你別這樣吧, 二嫂 家人自好天上嘛 我相信天絕對不會這麼忍心 讓阿貴一個這麼好的人 你怎麼會這麼傻 生到了… 我生到大力菇了 哪裡啊? 不行, 快點吃點 補充點鮮氣吧 怎麼你們的菇越生越小粒 對呀, 你的菇這麼小粒 吃了也不放大力了, 好… 人家已經盡力了 誰知道越生越小, 我也不想 冬瓜仔 剛才你已經用了不少的鮮氣了 生得出菇, 很聰明了 算了…好過沒有嘛 我們一人吃一隻先撐住好不好 好, 快點 最怕吃完這隻菇 我們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次 眼又死, 眼又死 不如幫幫幫我 我用我的寒氣冰著貴叔的肉身 進地一步了 冬瓜女兒, 你還夠不夠鮮 冰著貴叔的肉身嗎? 我想憑他一個就未必夠 不過如果集合我們這麼多小鮮的力量 應該還有得夠的 是…再加上這些小菇, 一定行 來… 試一試吧 大菇… 大寶石, 相公 你們知不知道阿桂出事了嗎? 是? 出事?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聽金幼福說而已 怪不得金幼福這麼奇怪 今天早上就叫我去出診了 金幼福叫你出診, 替阿桂什麼事? 對 其實是這樣, 金幼福收到消息 說阿桂死了 於是帶了官威和牙差 打算搜尋他的房子 到了之後, 發現阿桂還沒死 不過病得死, 說惹了什麼怪病 還會惹人, 金幼福怕有事 就叫我去看看他 該不會, 最近阿桂一家人 這麼多事 吵架 糟糕, 阿玉怎麼樣? 不行… 立刻不要押… 我和你去看看, 去看看… 不要… 剛才不是說, 金幼福說阿桂 有病去惹人 你一把年紀還過去 惹到你怎麼辦? 不要, 你不要過去了 不要去… 我不去, 你也可以去 你這麼大姐, 去吧, 去吧… 娘, 剛才不是說阿桂的病會惹人嗎 你叫阿桂去送死嗎? 那個阿桂又是你呢? 突然驗過怪病這麼貴 什麼?二叔有病, 還有什麼病? 不知道, 我們也是剛剛收到消息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二叔 小孩子真是小孩子 你回去幫我什麼才行? 對, 剛才也說 阿桂的病會惹人, 惹人, 你怎麼辦? 怎麼辦? 惹人就惹人, 我不怕 我今天去看看他 小孩子真是這麼困難 我數一二三, 大家就進地一步了 知道嗎? 知道… 一二三 你們…為什麼? 婉兒、小孩子, 你們聽我解釋吧 糟了, 張翠明燈關了 大龜, 大龜, 不可以死呀, 大龜 不可以死呀 不可以死呀 你還記得當日我送這條小銅鑼鏈給你的時候 你跟我說過 你說要照顧我一生一世的 你說 我…我跟你就像這條小銅鑼鏈一樣 永遠都在一起, 永遠都不分開 你怎麼可以說我這麼算? 你起來吧 你不可以這樣走過去 你不可以這樣丟下我一個人 你醒來, 你醒來, 你醒來 你醒來 那條小銅鑼鏈, 和貴叔, 貴嬸 原來鐵醉雞才是碗沙 我真的一直弄錯了 擺了個天爛的大烏龍 難怪你等了這麼久 對, 碗沙還沒回來 原來死的根本就不是碗沙 我真是笨蛋了 說明是定情信物嘛 當然是男女相幫互相交換的 為甚麼我這樣也想不到 你現在心想想也沒用 依我說, 最無辜的那天是田大貴就差 不是呀, 田大貴比樂煩惹搞幾搞 結果無緣無故死掉了, 真是無辜 你們說得對 我連碗沙救不了也不僅僅 還連田大貴這個大好人也枉死 如果我這樣也不救他 我就枉為神仙了 貧童, 你又想去哪兒 你不是想到地府救人吧 然後被弟弟知道了 有事打你, 你就煩奸了 我不管那麼多 我無論如何都要到地府那次了 別妨礙我 妨礙我就是兄弟也沒得做 做兄弟就不做兄弟了 糟了, 真是很想和你做兄弟嗎 拜託你不要害人類侍女街坊 既然你們這麼有誠意想我留下 好, 我不走 不過你們每天要扮滿沙和我罪對罪 你要去死, 沒理由不讓你死 當然是你死, 比我吐死 你快點去, 別再用來享受世界 我聽你們說了, 真是好兄弟 六婆… 你怎麼跟我這樣做… 六婆 拍什麼? 又拍, 又拍得你很熟 飯桶, 你又來地府幹什麼? 幸好我來兩手準備 我這次下來, 一定要帶田大貴回楊間 你上次來到地府家路很暖暖 這次我死也不幫你了 你當然沒死過 如果我沒死過, 怎麼會在地府還這麼久 你別以為死過就不怕死 我告訴你生情死, 總之你不幫我 我要你生不如死 你不是這麼絕對嗎? 是這麼絕的 這樣吧, 別說我不幫你了 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你來遲了 如果我沒計錯時間 你那個田大貴已經成為頭胎了 大冬瓜 快啦啦啦啦 拉著冬瓜仔 發現很多計劃 冬瓜女 漂亮得人人都想娶 還有隻變色龍 她最喜歡竹蟲 咕咕咕嘴 流到整面都口水 怕醜草, 撿到補 補補 補補 補著冬瓜頭 頭的樓 聽人倆不用買樓了 陳世女 需要愛 人間故事總有愛 陳世女 多競賽 民間結局 須記載 陳世女 需要愛 人間故事總有愛 陳世女 多競賽 民間結局 多最愛 其實以我帶冬瓜來看 做神仙真是好像沒什麼計劃